自从被月圆棚解除封印之后 暖云平的艺术生涯就上升了一个新高度 他画里带刺的时候太多了 他有的时候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 他有的时候那个刺扎完之后 有可能人家疼好几天 他自己一点感觉没有 欢迎收看潘潘带来大型魔术表演 一个破包袱 再给大家聚一会 再给大家别人魔术 这是冲击春晚的魔术 你们都担心他的精神状态 只有师傅在担心早见的话筒 当他戴上帽子的那一刻 副总未言早已荡然无存 曹河阳难得斗一四干 结果被怼的华裔人生 俩捧人的居然成一组合 拿人钱了 你说 你说咱俩要拿一个冠军 那还不应该的呢 其实不紧张 为什么不紧张呢 就我们俩心里比较有底 那是我 不要再刺激我了 海王的女儿 王海的女儿 灰闺女 灰姑娘 毛豆公主 灰豆 牛蛙王子 青蛙王 你有正版书没有啊 真不愧是对对 不是说咱争嘴 我说出来 大家伙也能明白 儿徒 这儿跟儿子一样的徒弟 有好多个 对吧 都很亲的 都跟儿子似的 桃牙他也儿徒 是是是 恐龙他也儿徒 都是 对吧 对 爱徒不一样 谣看烧平句句 扎在他废管子上 爱徒呢 一堆人里边 就一个是爱徒 对他没叫过别人爱徒 对 而且你看咱说话 咱不张着 啊 这驴叫声还大呢 他没理 是您多平心静气 对 领导就领导的样 他也得有份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副总呢 多包袱也要滴水不漏 父亲把他泡外子打牌去 可是不赌钱 他们这打牌喝两水 可不浪费水 你输了牌了 你输了牌 你不能喝人家去 你自己带着 牛铃咱俩到底谁是豆干谁是捧个鸭 谁不叫我 我身材不吐 你哪里哪 都不吐 你哪有 那这正组是谁 那这就给我还 这也听不知我 你这这不懂 他我活不懂 这这这这正组 我还知道 我这想大 你想 我 我 伤眼的这个包袱也只有他能用 欢个人都没这个效果 学我 学人说话可倒霉 学人说话可倒霉 我没笑脸了 还真是发疯蹦迪痒痒惊 是我有你的参丑 想念谁不停歇的风就让他放走 带我所想的飞去有你的星空 没落在了星空 带我有心忡忡